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青岛啤酒 在拍影片吗 有没有那么长啊 温极 温极 够了 03年就有100年 现在想车在这里 我们给10分钟 小心车 小心车 Switzerland 去车 小心有车走的 先拍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带着大家到我们的地馆看一下我们1903年的样子 我们现在就在最西边凉台这个位置 这一年总的一件西边的三重楼是当时德国人办公和居住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博物馆的A剧 这里就向大家介绍了清早的百年历史图片展 图片看完以后我们会进入这个壁馆看一下食物 这是当时的生产春天 我们现在展示了1903年的量子设备和限量化的生产设备 再看我们的桌图和最后设计了两个啤酒吧 给大家准备了刚刚下那位的樱岛水平酒 这是介绍青岛绘画百年历史了 在1897年11月德军就攻占了青岛 他们在第二年给强迫青城府接触了骄傲租界朝约 去把我们的交通关注租给了德国人 当时租金是9.59年 德国人来到青岛以后 发现青岛的牢山水非常好 特别适合量子起酒 于是要在1903年到8月15号 由英国和德国山租资 40万摩基哥银元建了这家厂 当时的名字就叫日尔曼基德国族 去找一个公司 一年是两千多的一个设计 我们这家厂计在一天里 那是产典的一千多多 就两千多多 就两千多厂设计 这家地图1906年的手工绘制的地图 也就是青岛是一张乌云马图 放在去后面 红色电头做起这个位置 我们青岛去留场 靠近我们青岛的钢口码头 还有交际田图 一定说是武藏办件的 最主要靠近德国人的一个兵营 就在我们厂的总前方 德国人实际上建这个厂的目的 就是为了故随 这就是当时建厂出去的本场外貌照片 一会儿我们会到这个大楼 看到1903年的酿酒师 被做完好的保留下来了 大战爆发以后 日军就攻占了青岛 他们在1916年的9月16号 花了50万亿元买下了这家厂 改名为大日本卖酒 不是会设青岛工厂 因为当时啊 这本身心里的铁脚银子 这家银子里面最大的脚银 能抓6.7脚呢 我们现在铁脚银已经不带用了 我们在家哪儿 你看不到这么大的脚银 好 日本人啊 是挺假的计算的 他们当时就把这些酒的非酵母 就聚成了维他一片 维他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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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酵母也含有高费的维生素 所以会当时提供这道维他一片 就是我们以前吃的 我们大陆叫做十五酸或者是酵母片 放出虾化的一个酵母 因为它里面的营养非常丰富 所以说它宝宝斯 看到我们可以全身 就行 所以当时啊 日本实际生产的脚银子 脚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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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我们当时的一大亮点 就是将往到了香港和澳洲地区 这是当时在香港地区做的新闹票 脚银子 脚银子 就将往到香港的黑石酒 它可能是英文意义而来的 脚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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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叫黑石酒 清闹黑石酒 脚银子 脚银子 这是在香港街头做的新闹票的广化 也就是当时的现象 就是我们金脑银子的相标 这个相标就在两天和四年我们开始使用 因为金脑银子在两天和三年已经拿到八年 要有一个新的形象展示为大标 就是说我们改变这款相标设计了 脱出英文听号 因为我们是国际化公司 以国际结论 虽然说我们都是用了战场的回答格 不过呢 这个相标使用是有利益感比较好 以国我们看下咱们香蕉 这就是我们 就是经历八年奥运会的中国营 因为提早日也是我们 感情历八年奥运会的三个商 所以说我们香蕉的运势是中国营 今天想就梦想 就是提早日的产牌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几个照片 这里就像大家展示了百年提早 百年提早 百年提早 我们已经走过了一百年 一百年提的青岛师 当然是德国人的青岛地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建筑 都具有所有欧洲的建筑风格 在1899年 德国威运二手皇帝 根据一本讲的青岛 把我们的骄傲 就定名为青岛 就是青岛城市的名字 所以说呢 这个小青岛也就成为 我们青岛市的神秘的标志 一百年提早 就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楼上 当时建筑的时候 是远东地区最大的 最尖密的一家金筑厂 也是我们青岛市的 第一家生产的企业 这场复合的青岛地有 香蕉就是这样的 当时就是产生的小青岛 才是个增长的文化来成的 这可以讲究 我相信大家非常熟 就是五十年代的青岛地区 开始使用 一直入到二千零三年 小标志标在我频道的 站桥和回龙泽 去的站桥 飞兰河和小青岛白色 都是我们著名的城市标志 在青岛去的香蕉 都是很好的体验 至于我们的产品 也会有好多点 吃力会在手 所以我们会发动 进入库里巴里做 前面上的皮球 发张不长的 很像我们都是用绿色的 绿色的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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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有的 这个白色瓶子 是追求它这种感光 但是用这种深色瓶子 你比方说用绿色瓶子 用绿色瓶子 用绿色瓶子 装装更好 它可以帮着日赛 帮着日赛 可以保证 这个皮球 不被光照 造色 就容易变质 这种 绿色瓶子 平衡 平衡 封色的瓶子 你们有机会去外地去接抗吗 在美国 在美国 你会问你们 你们跟MD去做吗 现在问题是干嘛 中国的角度上看,市场潜力最大是在中国 没有必要把好的市场放弃到其他市场的现场 所以我们现在要像八国的这么迷信了 如果在国内,我们看看一算账,要在美国现场,更容易挣钱,我们把国内放弃 现在,你把市场放到国内